最新的消息 白索成父子出逃 白索成被敏昂来用直升飞机就到缅甸首都内比都 白索成两个儿子白英能和白英仓则化装成难民逃到辣市 白英仓和白英能逃跑过程可谓惊心动魄 两人差点被同盟军打死 洞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 欢迎订阅爱观历史 到目前为止果敢四大家族已经传出刘阿宝吞枪自杀 为吴三弃兵逃跑至今下落不明 还是白家父子安全逃生 不得不佩服白索成连逃跑也同两个儿子分开走 避免全家被同时铲除的可能 真的是老奸巨花 明昂来违反和谈协议胆量何在 缅甸 这个东南亚的多民族国家 近年来在其北部边境地区显现出了不寻常的军事动荡 这一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 不仅关系到缅甸国内的政治与民族平衡 还牵动着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尤其是中国 缅甸北部国港地区 历来就是多民族武装和中央政府间的摇摆地带 也是缅甸与中国边界线上的敏感区域 明昂来政权 作为缅甸国内的主要军政力量 近日再次引发了国际关注 其军事行为的背后 折射出缅甸国内外多元复杂的力量对质和博弈 该政权通过从俄罗斯等国家购入先进装备 强化了自身的空军能力 并且集结了最精锐的部队 如巴士巴士 这些举措都表明了 米昂来试图通过军事手段 一劳永逸地解决国港同盟军问题的决心 此外 米昂来政权还似乎在试图重构其外部支持网络 长期以来 中缅边境的稳定受到中国的高度关注 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节与和谈的作用 然而 米昂来的军事行动表现出了对中国调节努力的无视 甚至可能预示着其在重新寻找其他大国的支持 这种动向 无疑为本就纷繁复杂的地区安全格局增添了不确定性 近日的一次事件尤其值得关注 米昂来政权采取了突袭策略 派遣战机在半夜时分对国港地区的老街城区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米昂来政权的这一举动显示了其对国内外因素的考量 首先他们认为国港同盟军仅拥有约一万多人的兵力 缺乏有效的防空火力和导弹系统 与米昂来政权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 这种力量对比让米昂来深信自己能够轻易取胜 其次 米昂来对外部支持的期待也是其胆大妄为的原因之一 即便中国可能不会支持其军事行为 他们依然相信 可以找到其他大国提供支援 哪怕是军事装备的提供 这种对外部支持的依赖 表明米昂来在国际政治中寻求新的战略伙伴 另外 米昂来认为 只要能够团结昂山素季一派的军队 就能够确保内比都的安全 老缅增兵老街 缅甸北部的停火谈判陷入了一片僵局 并导致战事进一步升级 这场极具争议性的冲突 源于三兄弟对自治范围要求的提出 使得整个地区陷入动荡不安 在最初的谈判中 三兄弟提出了引发争议和分歧的要求 他们试图扩大自己的自治范围 并寻求更多政治权利 这些诉求被广泛看作是过度极端和不合理的 在触碰到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原则后 立即遭到拒绝 随着谈判未能达成共识 紧张局势再次爆发 并演变为武装冲突 战火蔓延至缅北地区各个角落 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无尽痛苦与恐惧 老缅坚定态度的回应称 绝不能妥协于三兄弟过激要求 并将全力以赴保护国家统一与边境安全 面对日益紧张而复杂的战场局势 平火谈判的前景变得更加不明朗 双方之间的对立加深了分歧和争端 使得找到共同点变得异常困难 这次冲突引发了人们 对国家统一与地区自治之间关系的思考 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平衡中央政府权力 与地方特殊要求之间的矛盾 如何确保各个民族及其文化 在统一进程中获得公正待遇 与此同时 同盟军轻松夺取了阳龙战 并向老缅施加着持续不断的谈判压力 同盟军知道 要想赢得这场战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就是尝试削弱对手 并迫使其屈服于谈判桌前 正当局势看似对同盟军倾斜时 请注意百锁城正在构思一个计划 逃离老街和国家 百锁城渴望摆脱目前的困境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依靠战争来维持生存 因此 他开始思考如何逃离老街和国家 寻找一个新的生活 百锁城兵败如山倒 在座最后垂死挣扎 百锁城心肠之狠毒 手段之毒辣 与恐怖分子没什么区别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坏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 这样坏的一个人 不把他抓住 绳之以法 天理不容 不过呢 坏事干多了 报应的时候也来了 不管百锁城有多狡猾 他这辈子风光场景也走到尽头了 谁也帮不了他 谁也就不了他 他也明白这一点 不得不在老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果敢同盟军已经攻破老街 攻到百锁城老角白家九方了 团团围住 想跑 上天又无路 想躲 下地又无门 百锁城就下成了这个样子 犹如惊弓之鸟 黄不可终日 就差点没跪在地上 求老天爷保佑了 不这样收拾它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这下老实了 猖狂也不猖狂了 嚣张也不嚣张了 也不敢出来露面了 就在白家九方老角东躲西藏 躲得了吗 藏得了吗 哪怕躲在白家九方下水道 绝地三池也要找出来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看你往哪里逃跑 既然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看 果敢同盟军战局情况如何 据悉 同盟军已攻破老街大半个城区 收复东城 部队推进到白家九方 观音山 阳龙债兵防营 双方正发生激战 同时 双方塔和幸福桥 以及金象城一线也在激战 在激烈的战斗中 缅甸政府出动战机 持续对同盟军占领的地盘 和指挥部 及军民楼 进行了无差别轰炸 但同盟军并没因此放慢进攻步伐 拼死攻到了白家九方附近 争取活捉白锁城白鹰仓父子 报一箭之仇 同盟军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呢 目前老揭晓到消息很多 有些人说白锁城被围在白家九方 没逃出去 也有人说白家父子逃到了蜡树 到底是不是真的 要等到同盟军攻下白家九方 就真相大白了 目前很多民团伪军投降 加入到了同盟军队伍中来 打击白锁城手上民团 和免军参与势力 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是为了民族尊严和地位 以及生存权力 才不得不起来战斗 战斗就是要打倒军阀和地方黑恶势力 只有打倒了他们 果敢汉族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 这次同盟军是下狠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称四大家族和民团武装即免军 不投降 一个不能 全部歼灭 并喊出了口号 我们是人民服务的军队 我们是爱护老百姓的军队 我们也不想打仗 但是我们这代人必须打 是历史使命 是为了果敢民族尊严 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2023年12月25日 就是今天 今天 年北果敢老街的大戏够精彩 真的是一出还未结束 一出又出来 而且 一出比一出更精彩 刚刚 缅甸国敢老街又传出一出爆炸性大新闻 而且 这出新闻一出全缅甸炸裂 缅甸方面突然传出 前天刚刚逃跑到缅甸首都内比都的 缅北国敢四大家族之首的 白锁城今早居然现身于老街 消息称 白锁城还亲自到前线据点指挥民团作战 而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白锁城的腰间 还插着两支金光闪闪的金手枪 当然 这两支金手枪 就是号称缅北国敢首富刘阿宝 送给白锁城的 还是刘阿宝的家传宝贝 缅甸方面还传出 今天的白锁城根本没有化妆 在前线据点大约逗留了三十多分钟 白锁城除了鼓励民团坚守阵地外 还告诉他的民团 称缅甸军方的援军已经到了老街 正在外围对同盟军发动进攻 临走的时候 白锁城还给据点的民团 每人发了一万元人民币 明氏家族通缉令发布后的四天内 缅甸警方就成功逮捕了四大头目 并将他们移交给了中国 这一行动展现了中国和缅甸 在反电诈斗争方面的合作和紧密联系 然而 现在缅甸却对白锁城 和其他电诈头目的通缉令默不作声 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 对此 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 国感老街四大家族与缅军发生了冲突 导致了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几乎失去了军事据点 在这样的困境下 缅军可能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抓捕电诈头目 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安全和突围 此外 缅军在和同盟军进行和谈 同盟军可能要求缅军撤离国感老街 避免发生大规模冲突 这也可能是缅军不愿意与电诈头目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 其次 抓捕电诈头目 以抓捕明氏家族的头目更加困难 明氏家族是明学昌等人拥有的 他们在国感老街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脉关系 这使得他们的行踪更加隐蔽 给缅军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因此 缅方可能会权衡利弊 考虑到抓捕电诈头目 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和挑战 此外 缅方在之前抓捕明氏家族实际希望与中国的支持 希望通过合作获得中国的支持并扭转不利的战局 在白索城方面 他宣布发放1000万现金奖励给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的将士 并承诺与同盟军决一死战 这一举动激发了老街军的斗志 士气大涨 白索城投入巨资巩固老街 并发布了丰厚的奖励计划 以鼓励将士们守卫老街 然而 这并没有改变缅方队抓捕电诈头目的态度 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白索城和四大家族 一直都是敏昂来的工具人 并不具备太大的威胁性 综上所述 缅方迟迟未做出对白索城和其他电诈头目的回应和行动 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权衡利弊 关注自身安全 考虑与同盟军的利益 想发动我们的资金 理由 坚持没有 辗证 与 anybody 公开 华 财